東北季風對都市人來說 彷彿就像是一場噩夢 因為不僅很冷之外 你看那天氣 常常看起來都是陰陰綿綿的 但是在東北角這一塊 就有一群人 他不怕大風大浪 也不怕寒冷 他們就是集體聚集在這邊 來搶錢 你看現在下面真的就有很多人 但是他們到底在搶些什麼呢 現在就跟我去調查一下 Let's go 怎麼沒跟我一起跳 開玩笑的啦 拜託我不會武功 這邊這邊這邊 GO 沒有錯 我們拍攝這天 剛好寒流來襲 氣溫就只有10度上下 一般人根本不會想在這種天氣 到海邊來催海風 但是卻有不少人拿著吊桿 盯著寒風站在海岸邊 或是緊盯的地面不放 想必這其中必有蹊蹺 而正當我們打算找個人來問的時候 突然發現了一個熟悉的聲音 這邊不是東北角嗎 這個人不是應該在藍雨才會出現的 還是雙胞胎 小鴻 真的是你耶 你怎麼會在這邊 這句話是我才要問的吧 是你英文不散 還是我英文不散 我是台灣人 我住北部 我一定在這邊啊 所以 我會來度假 你會來度假 對啊 你來這邊幹嘛 不是 因為我聽人家說 在東北角這邊有一群人 專門來這邊搶錢 你該不會缺錢缺到 從藍雨跑來這邊要來搶錢吧 其實我也是要來搶錢的 你看我 這個都是錢 跟我一樣這麼愛錢 這是什麼 很多人都喜歡掏金嘛 我們來東北角都是掏金啊 掏金的話 你要先具備這個東西 才有辦法掏金 不是啊 這個不是 海帶 海菜 對 海菜 所以你自己來這邊喔 沒有啦 我跟你介紹 來 我們北部的 長紅海人機舊隊的隊長小菜 你好 我叫大平 我叫小菜 還有我們長紅海人的葉大哥 大哥你好 所以你們現在是請你來這邊 搶錢就對了 搶錢啊 到底是搶什麼 因為這個不是我們一般看到的感覺 你說是海菜的 對 海法師 海法師 所以我就是這個 拿這個要去搶錢對不對 對 真的假的 對 所以你們你會去 這個是你的搶錢對不對 稍有研究啦 稍有研究 沒辦法到這邊來 就是一定要釣出來 小菜大哥他在東北角 北海岸這一帶啊 是一隻的 這下果真是天柱Summer夜 想說咱們這位小菜大哥 可是東北角的扛把子 想掏金 找他就對了 不過話說回來 到底這些海法師 可以掏出什麼金啊 蔡大哥 那我們到底要去搶什麼啊 黑金啊 黑金 對啊 黑金 不是黃金是黑金喔 黑金聽起來感覺很厲害的樣子耶 對啊 所以你說 這個季節很多人都會在搶啊 真的假的 對 整個東北角看過去 全部都是在搶 你看往後看全部都是人 那些也是 對 那都是我的勁敵 對 那都是你的敵人 不行 好 我趕快多找這一些 所以他們才會 他們才會被我誘過來對不對 當然 趕快 趕快 這個啦 這個是不是 因為我剛剛看你說要完整的 對不對 這個也是可以啦 可是比較粗喔 我們要拿來 比較粗 有喔 對 你們看 一個比較細 一個比較粗 你看 這邊 真的 摸起來 這感覺就好像是 感覺跟我的頭髮的那個 對 觸感有點像很粗 對 所以這個我們就把它 拿來剁碎了以後 撒下去來釉魚 好啦 對 很挑 對 它比較不會吃那麼粗的東西 就好像人一樣啊 人你吃一盤高麗菜 你會挑比較嫩的 你不會去吃那一種 很刮的那一種 每年東北季風吹起 東北角的海岸邊 就會被一片綠地毯給覆蓋 這時候就是黑金大隊的 搶錢黃金時刻 採集最鮮嫩的海髮絲 作為取得黑金的秘密武器 可見它的價值應該很高喔 當然啊 有沒有看到手段的感覺 有 很高喔 是 行情很好 賓家一爭 真的假的 他們 那個不是你上次 在蘭嶼100 100的 那個是上來都是500 800的 真的假的 這下終於不難明白 為什麼大家就算站在寒風中 也要勇敢向前衝 因為這其中的商機啊 實在是太大了 蔡大哥說這踩海髮絲啊 可是搶黑金的前哨戰 踩得越多 搶到黑金的機率就越高 那我現在手整個是凍的 天然冷泉 小姐 難道要戴手 知道嗎 對啊 是沒有錯啦 對啊 其實我本來想說會有很多 我以為會很好拔耶 有 你看 現在整片都是綠的有沒有 就是因為它已經長出來 然後很多雕刻都來這邊摘 然後有的用爬子爬 爬的整個都爬掉了 所以功不應求了 所以我太慢來了 你太早來也沒用 幾乎功不應求了 功不應求 所以等於它一長出來 馬上就會被拔走被拔走被拔走 一拔一拔 一出來就馬上被拔走了 蔡大哥說這海法司 除了是釣客的最愛 更是當地人冬季的另外一項經濟來源 可以采來賣個釣具店 賺取生活費 如果不想這麼辛苦 也可以用買的啦 不過當然是自己采得最氣啦 采集完足夠的海法司 蔡大哥就帶著我們前進正常 準備開戰 不過 這個櫻子很糟糕 這個櫻子你覺得這樣會不會 不會 對啊 你看那這樣櫻子都撞起來 你們在討論什麼 我可以加入嗎 可以啊 你看 你們可以下去嗎 怎麼樣 下去哪裡 你看 在頂浪的 你看 你看 那幾個人 頂浪 對啊 浪上來了 能不能跑 你看 你看... 可是那個浪要上來了耶 對啊 那個衣服大概會潑到這裡 不是啊 那為什麼他們 所以我們要這樣釣喔 你覺得 你有沒有趕嗎 在專業的人旁邊應該是趕啊 只是我們有必要 只是為了釣魚 有必要這樣子 應該不要好了 自己的生命 拿自己的生命這樣看不上 浪有點大了 不要好了 那這邊是我們要有黑青 比較多的地方嗎 對 因為現在你看 東北季風開始的話 上面都沾滿海菜 然後浪打上來的話 會把海菜帶下去 對 然後所有的黑青都在那邊吃了 就會被那個海菜吸引過來就對了 對 所以在這邊釣的 幾乎全部都是用菜下去釣 所以說這些人是不論浪大或浪小 都會在這邊釣 對 幾乎啦 阿娘 喂喔 三姆拉光是遠遠的看 就快卸出了一身的冷汗 更別說要去前線搶黑金了 蔡大哥說想要站在這裡釣 必須是像他們這樣 懂得看浪的高手 像三姆拉這樣的菜鳥 是絕對沒有辦法的 正所謂探機優送 四面愛過 三姆拉還是換個地點 比較安全啦 正當大家抵達釣場 準備大戰身手的時候 眼前突然出現了 大陣的一群 為什麼我們現在有那麼多 你是不是跳 好多喔 大家看 那是什麼東西 烏魚... 烏魚喔 所以說我們這邊除了有黑金之外 還有烏魚也可以釣 對 你看看烏魚是那種狂 超多隻在那邊跳起來耶 對 整海面都是 你看 是不是代表說我們等一下 可能會有那個 會大搖就對了 對... 我現在超興奮的 像魚泡 還在跳耶 這是個好兆頭 哇 烏魚群集體在眼前跳躍耶 讓所有的人熱血沸騰了起來 蔡大哥說算今天的目標 是以黑金為主 但為了能夠有更多的收穫 他們決定兵分兩路 從素爾海法斯 以及溫兒南極蝦跳蟲 燈兒一同作戰 超重啦 你也最愛 我的最愛 是什麼 目標魚出現 目標魚 你也什麼 你也目標魚 我的目標魚 是什麼 好看啊 雀鵰 雀鵰 那這是我們要的黑金嗎 不是 可是這個價值滿高的 想說這雀鵰可是初學者的最愛 非常的貪吃 數量又多啦 既然如此 Summer這個菜鳥 好 當然要來小試一下身手囉 這樣子嘛對不對 太多了... 太多了喔 好... 欸 我的勾子呢 上吊子 馬上二層 雖然Summer勾而勾的是 哩哩哩哩哩 好敢還差點勾到小翁的吊線 帶著新人出手 似乎都有得極佳的運氣 才剛下竿就存了於馴了 該不會一拔就吊中了黑金了吧 有魚啊 有嗎 等一下 慢慢捲 不要吊太快 慢慢捲 對 要慢慢養乾 對... 有啦 是不是 有... 而且有重量耶 慢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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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跑得要怎麼辦 慢慢來 有沒有... 還好 沒有咬下去 慢慢來 有嗎... 有... 有... 小小魚 真的好鴿 鴿鴿鴿鴿鴿鴿 很小的鴿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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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對於沙門這個超級菜鳥來說 可是一個極大的安慰跟鼓勵 將這尾美麗的小魚放生之後 大家伙兒全都是鬥志滿滿 準備好好應戰黑金 但此時前方卻來了不速之刻 蔡大哥 我剛剛跳的烏魚 都被網子網走了啦 你看 台灣人是這樣子 政府嚴定說山海裡面不能網魚 對 剛才一堆烏魚在跳 那個圍網就過來了 對 它現在網子把它整個圍住 然後在開口的地方放鞭炮 那個魚就往裡面衝 對 那你這樣的意思 不是我們的魚都不見了 這樣我們還釣得到嗎 黑金屬於比較敏感的魚啦 我們就再試試看手氣了 沒辦法 再試試看 看到這樣的情境 釣客們除了無奈之外 也不能做些什麼 只希望能借由我們的鏡頭 無於所有的漁民 在填飽肚子的同時 也能共同維護海洋資源 不要一網打盡啦 這樣海洋中的魚群 才有可能神神不息 雖然看到這樣的景象 大家已經是泄了一半的氣 不過咱們SAMRA出神之毒 不畏虎 還是決定給它繼續拼血去 有... 你看那個線拉成這樣是有的喔 有 耐心的等待過來是值得的 會不會是黑金 應該是喔 我相信喔 畢竟老天爺很喜歡 有... 是什麼... 黑黑的 黑黑黑的 黑黑的 黑黑的 是什麼... 黑白的 黑黑的 黑黑的 這是什麼... 北京的弟弟 北京喔 不是 什麼京 北京... 北京 為什麼這邊都帶不到黑京嘛 蔡大哥 你不是說這邊是很好的地方嗎 剛才在鮪魚你有看到啊 我有看到 我就說今天就不太妙了 對啊 所以可能就沒有了嗎 因為你看我們剛剛釣了那麼多 我們都釣了這種不是黑京的地方 對啊 剛才在那邊放鞭炮 在那邊鮪魚 是黑京是很敏感的嗎 不然為什麼這些魚它都還在 很敏感 所以他們有現在可能要躲起來嗎 對 也有可能跑掉了 跑掉了 對 其實啊 不只是我們共孤 就連一旁的大哥們也都是音訊全無 這時候蔡大哥也決定收肝 相約隔天清晨 蘇傲在這 現在是凌晨四點多 我好想睡覺喔 大家知道為什麼我要站在這邊嗎 因為我們要來找黑京 只是我覺得這群吊客已經瘋了 四點多不睡覺 有不要一大早就來這邊嗎 雖然我是很想釣到沒有錯啊 只是他們不累嗎 蔡大哥 蔡大哥 你不會累嗎 睡飽了 你睡飽喔 我都沒睡耶 要 為什麼我們要一大早來到這邊啊 因為我們天一亮的話 我們要的東西就開始會咬 一大早 天亮 抓剛亮那個時候 我們不能晚一點再來抓嗎 晚一點的話就看別人釣完 今天你們都不累嗎 你們每個人看起來精神都好 來 這位大哥還笑得這麼開心 你會累嗎 還好 還好 你不覺得 你看每個人都感覺說 已經蓄勢待發準備好了 各位大哥們 我快睡著了 大家給我一點精神好不好 好 弄我手要聲就喊加油喔 好 來 一 二 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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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雖然是凌晨四點 但這群瘋狂雕刻們臉上啊 只有笑容卻不見眷容 因為他們所有人 全都為了一個目標 就是黑金 而咱們Summer今天也誓言 如果不多得黑金 絕不回家 看他整個浪的那個水 是整個灌進來船裡面 海水灌進來耶 超恐怖的 那個蔡大哥我們還要親近跳嗎 我們 好可怕 我先回去愛上等你們好了啦 大搖 大搖 你們釣完再找我們 我們不想去 所以是浪越大會越大搖嗎 為什麼你跟它浪大 然後蔡大哥超高興說 會大搖... 然後承承你知道 喜悅是藏不住的感覺 一波又一波的白浪 讓我們的心情是越來越緊張了 但是蔡大哥說要搶黑金 這種天氣就是最適合 對大哥們而言是興奮又刺激 但是在我們的眼中 卻是驚水萬分 蔡大哥現在風浪這麼大 我們要去哪裡釣啊 我們要上礁石 上礁石 對 上礁石幹嘛 在礁上面釣 所以該不會就是我們前方 上礁石吧 對 現在看得到的小石頭都可以上 你知道現在因為太暗了看不清楚 可是等一下我一定會請攝影 大哥要盡量幫我拍清楚 因為那根本就不是 人可以站的地方你知道嗎 它幾乎是有點斜的感覺 根本就是像山壁一樣的耶 對 都是在山壁旁邊 山壁旁邊 那我們要上哪一顆 幾乎每顆都會咬啦 幾乎每顆都會咬 我們會選一個比較好站的地方 還要先選 對 那個要預訂啊 每個位置都要預訂 因為人太多了 連那個礁石都還要預訂 要預訂 那個是餐廳嗎 對 比餐廳還要擠 這對於不愛釣魚的人來說 絕對是一件很難想像的事情 釣客們是靠著微弱的燈光 乘坐小船 快步渡上礁石 看得我們是膽戰心驚 而正當我們還在擔心害怕的同時 挑戰也隨即一面而來 這兩個先走 來 走 來 走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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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超大的 你知道大家現在從大船換小船啊 然後那個是要抓準時間的 才剛從大船接駁到小船的我們 驚魂未定 下一個恐懼又隨即接踵而來 來 撞起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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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沒問題 不要都撞起駁 來 駁,不要離開 小心 駁,駁,駁,駁 駁,駁,駁 駁,駁,駁,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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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如其來的一個大浪 不僅是讓我們所有人驚慌失措 不知道是究竟該前進還是要後退 而拿著百萬攝影機的睡時 更是位置不前 生怕一個不小心 就連人帶機器的一同都還了 駁,駁,駁,駁 來,再一個來 再一個過來 先前面走,注意 小心 駁,駁 所以我們 對 我可以上去了嗎 可以 往上走 往上走 快 往上走 好狂 手給我 不要拉扯 不要拉扯 往上走 不要騎 好 慢慢來 好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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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好嚇唬 等一下 你拿起來 這樣就要留了 好 好 好 這樣怎麼進去就要留了 大雨加上大浪 害怕再加上緊張 讓我們這群沒有突破礁石的菜鳥 嚇得是兩腿八爛 上一秒的驚險畫面 還在腦中徘徊 下一秒鐘更是讓我們差點 停止了呼吸 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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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 冷靜 他在這什麼 媽啊 私 他就是問了 釣魚 不要生命了 你不要哭了 沒有 我只是覺得很恐怖 但是為什麼要這樣 你看 一隻狗 剛剛連有些釣客都說 哪有再的時候 真的是 不是啦 光是坐在船上就已經夠氣墊 然後剛剛登嬌的時候 整個就是腿軟 然後大家就一直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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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說了 拿名字 拿名字 快點 倒 倒慘了 這一次的體驗對我們來說 還真的是一場難忘的震撼教育 不僅所有人差點嚇破膽 攝影師也緊張到是眼睛摔斷 還外加腳抽筋 雖然我們已經是安全的 踏在了礁石上 但一旁的大浪還是不斷打上來 依舊是讓我們提心吊彈啊 小鴻 雖然我現在還處於 驚魂未定的時候 不過現在大家是要等我先收機嗎 怎麼大家都不動了 站在這邊要幹嘛 妳有攪軟嗎 我現在攪軟手一直在發抖啊 現在因為天寒不是很亮 那因為剛好現在是在滿潮 它的浪有打上來到礁石 那還很危險 那我們現在先等稍微退潮一點 然後等天亮一點比較安全 我們再開始釣 你知道現在天氣漸漸亮了 我已經看著 漸漸看到礁石的形狀了 瘋啦 這邊哪裡到底可以站著 可以釣魚啊 我們現在這邊 這個礁石已經算很大了 還有礁石比這邊更小的 有這種站一個人 兩個人的礁石 那個更危險 大家可以看現在這邊嗎 我真的覺得 我笑以是要來拍釣魚的 還是要來拍攤岩的啊 真的很誇張耶 其實這樣我跟你講 在北部的釣魚的生態就是這樣 對 那一定要在這種地方 才會有我們要找的東西 為什麼有個大哥默默的 這樣走過去 他是發現 那邊還有釣點 那邊還有釣點 但是比較危險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釣點 有多恐怖嗎 他是走在 他因為這個岩壁上面 他直接是這樣拉著繩索 這樣子走過去耶 我的媽呀 這應該是極限運動 外加釣魚了吧 小翁說這是非常有機能的釣客 才會挑戰這種驚險的釣點 初學者或是沒有練過的朋友 千萬不要嘗試啊 天才剛亮 所有的釣客 就立刻綁起了釣耳 準備開戰 我看大哥啊 他們雖然說 你說都在這一塊對不對 可是他們每個人站的位置 好像還是有不一樣的角度耶 因為現在我們最主要 在上郊釣魚就是要搶達姆光 達姆光 我剛才有講說要等天亮對不對 對啊 那我們人不是一樣 都是早起的鳥而有蟲吃 魚人是一樣啊 是 所以現在打姆光 就是魚正會咬的時候 可是他們這葡大天王的位置 有沒有 誰的位置是最好的 我跟妳講 哪一個 哪一個 第二個 最後一個 第一 這邊 最後一個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的流水有沒有 是由我們的右手 往左手邊流 所以意思是說 魚會這樣子 因為他們真的有打幼兒嘛 對 那幼兒的話 原則上他們往下面打的話 它流水是由右往左邊打 所以最後都會流到最旁邊那一個 就是魚會都集中在後面 就是緩流區 最後面那個地方 都會在那邊吃 所以你等一下看 原則上等一下如果中魚的話 可能是最後面那個大隻會先走 小武士啊 因為礁石上不產海髮絲 所以在這區做釣 就不會使用海髮絲來引誘烏斤 而是使用南極蝦來作為誘餌 看來有了這群招手加持 今天絕對可以一舉調貨烏斤 有魚喔 快... 終於了 剛剛因為有抖兩下我就拉桿了 對 對 然後結果可能魚太大隻了 斷線了 魚太大隻會斷線了 對 應該是白毛 白毛是我要找的那個黑金嗎 不是 不是 對 不是 可是它也是很好的品種嗎 算是 可是為什麼你抖兩下你就知道那個是 有魚在吃 不是啊 我的意思是說你這樣抖 你怎麼知道牠是什麼魚啊 沒有 因為牠剛才拉力有一點強 可是牠浪太大斷線了 所以那種魚的拉力都比較強就對了 對... 清晨果然是撈筋的最佳時機 雖然剛剛不幸斷線放生了一尾大魚 但旁邊的這個大哥 立刻又傳來的漁序 小翁說的第一個最旁邊 是那個大哥的那個位置 SAMON 你看 是不是最後一個位置 真的 我們剛才講的劉尾後面種魚 那現在就是我們劉尾後面那個大哥 種魚 那現在就是拿撈網的這個大哥 牠現在要往下面一點 就是要撈那個...撈那一隻魚 為什麼要撈... 斷掉了 斷掉了 怎麼又斷掉了 SAMON 我跟你講 剛才跑掉那一隻就是我們要找的黑金 真的假的啦 我剛才有看到啦 我沒有看到 我還有黑金 所以SAMON 我跟你講 黑金沒有那麼好釣 真的 因為我剛才看到它那個 你知道那竿子是整個這樣 大彎感覺它咬力很大耶 對... 所以是它咬力太大 太大隻就斷掉嗎 最主要是因為它很挑 所以我們的線要用很細 那你細的情況之下 你又跟它撥鬥那麼久 所以線就斷掉了 為什麼我們要用那麼細的線啊 因為它很挑啊 因為為什麼叫黑金 黑金就是它很高貴 不好釣 很難釣 很難釣 所以意思是說它看 我們用太粗的釣是它看得到喔 對 如果那麼好釣就不叫黑金了 你知道嗎 到時候的黑金又給溜走了 小文說這就是釣黑金 最刺激也最有魅力的地方 正是因為不好釣 所以讓釣客們勇於挑戰 正因為它釣磚更增添的刺激性 那種成就感啊 絕對是其他宇宙 所無法相提評論的 是嗎... 是 所以要拿網子嗎 是... 快點 誰... 誰要拿 我不會 網子 誰要拿網子 有喔 線索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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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索刀 有嗎 那什麼 好漂亮 那是什麼 關刀 關刀啊 所以它不是黑金 不是我的黑金就對了 是 雖然蔡大哥說這尾魚並不算小 但因為不是我們要的目標魚種 所以他還是決定將它放生 而咱們右手才剛放完魚 左邊的大哥就種魚了 有魚了 又種了... 又種了 哪邊 這邊... 這邊... 所以是... 很大 等一下 看到了...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那什麼 就是不一樣的了 這一次彷彿就像是連鎖效應 咱們都還沒來得及好好看一下 這尾魚長得什麼樣子 大魚又來爆到臉 又種了 又種了 有了... 要喔 對啦 拜託啦 黑馬上來了 有了嗎 我出上來了 我出上來了 直接我現在這邊 誰先幫我的這個 我要黑金... 黑金你到我了 等一下... 直接我... 我要想衝過去 誰在這邊的殭屍很恐怖 真正的兩天 夢寐以求的黑金終於現身 而正當我們想好好看一下 這黑金的真面目時 蔡大哥又終於了 是嗎 黑金嗎 看一下...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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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 大家現在... 我是 現在要寫過一個請問就是 我在要好好認識 我的黑金的時候 我的蔡大哥 要做黑金了 不過現在這個是很關鍵的時刻 因為在拉的時候呢 你要旁邊兩個要配合好 因為要一個人用網子去拉 在拉的時候呢 你又不能拉太大力 拉太大力還會跑掉 所以現在真的是他們在搏鬥的時候 有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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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上來了 沒有了 有耶 這下果真是士氣大震 一掃昨天鞏固的陰霾 現在當然得好好來認識一下 到底什麼是海中黑金 竟然可以如此讓所有釣客 朝思暮想為止瘋狂啊 大哥怎麼樣 你是第一個釣到的耶 怎麼樣 第一發的感覺怎麼樣 很爽啊 很爽是不是 而且果然耶 剛剛小翁說 站在第一個的位置 一定會先釣到 結果真的是你先釣到了耶 我這邊留尾啦 我一少都跑到這邊 然後你又跑到這邊 有沒有開心 黃帝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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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帝尾的意思啊是不是 對... 他講的黃帝尾就是我跟妳講的 我一看就知道 後面這個大哥一定會先中 大哥那你心結很重喔 你剛剛是不是一上來 就先跑去那邊先再穩穩 對 被擠過去 被擠過去 講得這麼可憐 那等一下我也要擠你 我要擠過去那個位置 可以嗎 可以 好大哥我先... 你現在繼續釣好了 先不吵你 你要繼續釣更多黑金魚啊 可以喔 有沒有信心 有 想要說現在正是黑金的吃飯時間 所以會集體聚集 在礁石附近找吃的 這事也是 釣客們搶錢的關鍵時刻啦 而釣客們一定要從黑金 臉上也都堆滿了笑容 蔡大哥 恭喜你耶 第二個 怎麼樣 拉到的感覺 很爽 很爽喔 每個人拉到都是很爽很開心耶 而且這個就是我們一直在找的 黑金 黑金 黑馬到底有什麼特徵啊 眼睛是藍色的 眼睛藍色的 藍眼妹 藍眼妹喔 對 藍眼妹 對 很誘惑人 真的喔 所以你們大家都覺得它是很夢幻的 一個魚種就對了 對 雞掉客的對象魚 對象 怎麼說 它在東北季風來的時候 它才會出現 然後鎖爾 我們要很高專 不好釣 等一下如果要拉的話 我要特別注意什麼 像黑馬的話它沒有牙齒的話 我們 羊肝的時機可以慢一點 如果白馬的話就有牙齒 羊肝的機會慢一點 它吞下去線就斷了 所以 可是重點是我在拉的時候 我怎麼知道它是白馬還是黑馬 所以你就手定對象 你如果是釣黑馬的話 你就盡量慢 你斷了 白馬斷了就算了 喔 就是我寧願就是 燉那沒關係 然後找這個 找這個 這個比白馬還要值錢 對 還可以 這藍眼黑皮膚的黑毛 又叫做黑瓜子辣 可以說是所有的雞掉客 一生都冒昧以求的夢幻魚種 想釣中它 必須具備一定的功率 蔡大哥說 能不能靠它賺錢 是其次 重點是在於那種 跟它搏鬥時的快感 是用再多的金錢 也買不到的刺激 雖然現在下起了魚 可是你看每個大哥 他們感覺就是還是信心滿滿 就是你知道他們完全沒有 被這點魚交習耶 他們真的也太厲害了 那麼愛釣魚 蔡大哥 為什麼下雨了 你們感覺都不為所動 都還是繼續在那邊釣啊 因為現在潮水很好 潮水很好 對 潮水很好 下雨是最好的時候嗎 要釣黑菌的話 下雨會比出大太陽還好 真的假的 對 因為黑毛是怕水溫度高的雨 所以他們才冬天 所以冬天其實他們才會 也是他們最好的時候 對 你出大太陽的話 它會往下沈 什麼時候才可以輪到我啊 它很小一點 現在太大了 你不會超乾淨 好 好 OK 不斷的一直騷擾我蔡大哥 一直說什麼時候可以換我 因為你知道 看他們在那邊釣 自己也好想要釣 現在浪也太大了吧 浪現在浪打上來了 小心... 大家可別怪Summer偷懶不工作 是蔡大哥覺得現在的情勢 對他來說實在是太危險了 所以為了避免造成大家的困擾 他還是乖乖的待在原地 比較安全的 白毛... 白毛 走一下 走啊 趕快喔... 趕快喔... 趕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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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鵝 你要這樣子嗎 小心耶 你看他直接在... 在礁石的旁邊這樣子 我真的覺得他們真的很瘋狂耶 有嗎 有嗎 OK啦 OK好了啦 算了啦 回來啦 趕快喔 趕快喔 沒關係啊 雖然上來的不是夢幻黑金 但是眼見這肥魚從眼前消失 還是讓大家氣憤不已 而經過一段時間的實習之後 大家總算願意讓Summer 站上前線 體驗一下這刺激的黑金爭奪戰 有嗎 拉力很大耶 有嗎 擦腰... 擦腰... 然後呢 一四手拿這個... 拿這個 捲 慢慢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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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趕快要捲 趕快要捲 往下放捲 捲... 然後不要停... 再拉 再來呢 抬高你只要就不要拉 好 抬高不要拉 放下去捲... 捲 來 要再一直重複 捲... 捲... 拉 慢慢來... 上去 然後放你這點 好 捲 拉 趕緊這樣 他燈掉了 那一隻很大 很大 我估計至少有三斤 三斤跑不掉 而且指線還用滿粗的 剛才三斤在那邊拉的大概 可能將近一兩分鐘才斷掉 那一隻魚可見真的很大 這下真的要垂胸頓足了 難怪大家都說要釣歐貓 最刺激的地方就在於 柏魚的那一刻 釣不釣得到它是一回事 能不能將它成功的拉上來 又是另外一回事 想賺歐金嗎 可是一點都不容易啊 蔡大哥 為什麼我看大家好像 都在收乾的樣子 因為現在浪越來越大 比較危險 然後我們現在移到 比較安靜的地方 對 對 然後再來四個 所以我們要換另外一個 吊頂就對了 對 另外一個吊頂 是浪太大的話 其實也會影響嗎 跨等一下收就要不好收 對 我們會比較危險 就剛剛我們剛剛上交的 會比我們剛剛上交還要恐怖嗎 再大下去會 那拜託我們趕快換個地方好了 1 2 2 雖然眼前的釣況是好的不得了 但是為了大家的安全起見 蔡大哥還是決定提前收乾 畢竟這次參與的人 不只是釣客 還有我們這一群菜鳥啦 得趕緊在大浪來襲之前下交 但看著眼前這片大浪 這下交肯定又是另外一場苦戰啊 先下去... 趕快下去... 我知道... 我怕... 來 你先快過來 四十針梯 沒關係 四十針梯 好 四十針梯 要... 好 來 站著要... 好 轉過來 先... 轉過來這邊 轉過來這邊 好 你看我的包... 浪來 你不要... 不要... 不要緊 裡面就是繩子 然後慢慢躲下去下來 浪來不要動... 不要動... 加進那裡 阿彈 啊... 我們要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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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現在是白天 看得到礁石與浪礦 但這恐懼感卻是一點都沒有減少 煩惱是比上礁的時候還來得可怕 讓過來你不用怕 好 你不會流走 好 你先上去 我先上去嗎 不用 等一下 好 坐 不是這樣 不好 你這麼晚 來 坐好 快 快 來 終於平安下交 咱們總算是抵達一個非常人性化的 釣點 蘇澳北堤 但蔡大哥說 這裡取得歐間的機率 就相對低了許多 不過卻是菜鳥練功的最佳場所 大哥 終於了是不是 對啊 這是什麼魚 刺蟲 刺蟲 刺蟲喔 我跟你講 大哥贏了 你知道嗎 通常人家釣魚對不對 應該都是嘴巴勾到對不對 對啊 大哥 你是尾巴耶 你是尾巴耶 大魚沒什麼了不起啊 這機率超難的耶 超小的好不好 你今天就先樂透了啦 更換了釣點之後啊 釣礦果然是大不如前 對釣客而言這一切是家常便飯 但是對於平常很少體驗釣魚的我們 卻是一大苦才是 更讓平常難爭北堤的攝影師 徹底崩潰啦 因為你知道現在下雨非常的狼狽 那我們剛剛就是為了要上嬌下嬌 就是要換別的地方啊 然後就是大家全身都濕透了 然後我們的攝影大哥 大家也記得嗎 剛剛前面就是他腳扭傷了 然後現在呈現一個非常不舒服的狀態 因為全身濕了非常冷 然後腳又扭傷了 你還好嗎 英雄哥 很好 說不出話了還是 哥 你還有知覺嗎 有 有 你現在有什麼樣的感覺 你可以跟我說一下 然後還是要扶老 因為真的很恐怖對不對 我們還是說 剛好受 因為受傷了 當你想要去努力去做一件事情 你知道嗎 那就只你年紀大了什麼 所以 好想哭喔 哥 你剛剛這樣講 我真的很想哭 就是覺得說 哭外景是嗎 真的 真的很想哭 有點累了 你有點累了 真的很想哭 哥 你哭了 真的嗎 因為其實有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說 做外景節目的 好像可以到處遊山玩水 池河玩樂 可是其實 我每次就是為了要呈現 就是他們最真實的影片 給大家看的時候 我們其實 大家每次看到主持人 大家都會覺得說 很為我很不省 覺得我受傷了 覺得說 為什麼製作單位這麼破分 要浪迫 你們在做我的事情 可是 因為我們的工作就是要把 你們不知道的東西 呈現給你們 可是其實真正最辛苦的是 鏡頭後面的導演企劃跟攝影大哥 他們是要 我是可以 他們會安全讓我送到上面 可是他們是要躺著 一百多萬的攝影機 然後躺著十二十公斤的腳架 然後飛上去 我們上山下海的 可是 他們都不顧自己的生命 我顯示要顧的就是 抓到畫面跟保護機器 沒有錯 這就是外景節目 最辛苦的地方 必須忍人所不能忍 承受比一般人還要大的壓力 就是希望能將最好的畫面 呈現在觀眾眼前 只要大家能持續鎖定我們的節目 這一切的辛苦就值得啦 收起悲傷的心情 前方似乎又有大哥中餘了 我來... 再拉... 然後呢 捲... 然後呢 還要... 抬高... 有耶 是什麼 是黑毛嗎 慢慢... 不要再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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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不是我的 可是拉起來 感覺還是一樣很好 這幾千米 又是赤蔥喔 對... 可是我覺得我這一隻 好像比較大比較活潑耶 有比較大 有喔 可是阿豪一定覺得很莫名其妙 明明是我的魚 你根本長得一步 好像是你釣咒一樣 阿豪不要這樣子 不會... 大家都是朋友嘛 你剛剛釣咒很多次 你還把它釣下去... 你還把它丟下去了 那這一隻給我 你應該不會介意嗎 老實說啊 也不是沙門偷懶不掉 而是浪真的太大了 大哥們擔心我們的安危 所以不給掉啦 好不容易浪小了 可以掉了 卻怎麼掉也掉不到 所以啊 只好頭吃飽啦 雖然今天收穫不如預期 但還是不負重望 帶回了兩位漂亮的歐京 已經累攤的我們啊 本來以為今天可以提早收工 但蔡大哥又熱情地邀約我們 跟他去另外一個地方 他說啊 下個地方絕對 不會有生命危險 各位觀眾 我現在非常高興我還活著 我還可以踏在這個陸地上 真的是歷劫重生啊 要抓這個歐京真的是喔 要了我的命耶 很不等到這樣啊 對 蔡大哥 我們該怎麼樣才可以 把這兩尾魚 變成我今天的薪水呢 很簡單啊 拿去市場照賣嗎 這些魚就是早上有人打電話來訂了 這是我朋友的生育片 龍哥那邊 龍哥那邊 直接訂了 對 早上有人訂了 我們早上還沒抓到就訂 還是抓到馬上你就跟他講 沒有 他還沒釣到他就已經預訂了 所以釣到留下來 這麼強手 在直接我們現抓 就直接有錢可以拿 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死命必殺 馬上送過來 馬上送過去 好 好 蔡大哥說啊 他每次只要一公公 要出門釣魚 馬上就有人打來訂貨 可見這歐摸 我真是十分搶手啊 我現在來了 我快看看 快點 這兩尾魚 我們釣過來 真的是要了我的生命 沒有就死命非常對 真的 真的是 對 好運 讚 龍哥 真的 可以 真的 我今天我覺得 我差點要掉進海裡面了 我用盡我生命危險 不然價錢讓妳開 價錢讓我開 我當然是覺得越高越好 50嗎 50喔 我是說一兩50啦 原本的50倍嗎 一兩啊 一兩啊 好啦 這條啦 兩尾賣1000塊就好了 1000塊 龍哥 我覺得你看起來就是一個 很有 你知道 很會做善事 因為你知道我們這個錢 對或是要捐出去捐給大家的 都是做善事的 對啦 不是我的 我告訴你 OK啦 OK啦 兩尾一起可以 OK 好啦 來 這位 你先拿 我很抱歉 你先拿 因為畢竟這個是你釣中的 我很抱歉 這個稍微就這樣 不要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有很多人要吃牛肌這個 基本上現在的話 以前我們台灣有一句話 就是冷冷吃那個河豚嘛 十四個 對 然後拼四吃四個 現在都拼四吃黑貓 我看啊 根本不是拚死吃黑貓 是拚死掉黑貓啦 不過話說回來 這兩尾黑貓就這麼賣了出去 那Summer 豈不是無人品嘗到這黑貓 迷人的滋味了嗎 翁哥 這個真的都有人訂了喔 這兩隻人家訂了 所以你這邊都沒有了 不然 小蔡 你上次有記在我這邊 有好幾位啊 翔哥 翔哥 太高興了 太高興了 他沒辦法了嗎 把他拗了 我跟你講 我很高興認識你 我們 我跟你當聽朋友了 蔡大哥 所以蔡大哥那個 我跟你講 OK嗎 OK 蔡大哥 蔡大哥 那麼多觀眾在看 可以說不要嗎 究竟這冒著性命 才能釣到的黑貓 吃起來到底有多暗藍 多消耗 讓他上桌見真章 好緊張喔 傳說中的木壞魚種 費盡千辛萬苦 真的 套劫重生 真的 還是把他釣到 我怕我等一下自己就會哭喔 感覺怎麼樣 有兩個衛生紙嗎 我沒有哭嗎 你又要哭了 是 芥末太辣 還是太辣 它咬下去 它是非常的有彈性 很Q對不對 很Q 除了是它很Q之外呢 它的油脂是那種很清香的 它不是像 關於來的時候 很厚的油脂 它是油香味 可是它是很清爽的口感耶 好好吃喔 天啊 不曉得是不是因為辛苦過後 所以吃起來 格外的美味耶 我們大體驗團隊 可以以人格發誓 這芥末的肉質啊 真的是結實又有彈性 外加鮮味十足 而另外一道清真芥末 吃得更是讓人口齒留下 睽違無窮 不愧是傳說中的 定極夢幻宇宙 這是... 妳很喜歡的 這一包呢 真的是我用性命讀的 各位觀眾朋友 為了要介紹更多的行業給你們 你們看我真的是 拚死命 這一千塊真的是 非常的值得 不過呢 這一千塊呢 我們也會全數的捐出去 謝謝蔡大哥 也謝謝 英文不善的小鵬 這一天我來到東北角 認識了一群熱愛挑戰 黑金的釣客 冷冽的東北季風 帶來了一波又一波的白浪 更帶來了大批的黑金潮 讓許多人甘願冒著寒風 頂著大浪 守在岸邊礁石上 就是等候那歐金上鉤的瞬間 雖然很多人認為 他們是在搏命 甚至對於他們的行為 感到不可思議 但是 掉走歐木的那一刻 對他們來說 有著致命的吸引力 雖然過程中得犧牲睡眠 甚至冒著生命的危險 在大浪中換船 燈礁石 搏命演出 但是那一瞬間的精彩搏育過程 那種成就感 絕對是用再多的金錢 掩埋不到的幸福滋味 我 我在體驗 我在體驗人生 體驗一個你不知道的行業 體驗一個你不知道的工作